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份小弟偶尔有做的工作 就是Amazon Flex Delivery Driver 这份工作大家就必须要在自己的Apps上申请 这个Apps并不可以在Google Play Store 或者Apple Store里面下载 而必须在他们的网站申请 大家就Google Amazon Flex 下载这个Apps的logo是这样的 之后就可以申请了 做这个工作就需要背景审查 以及查询一下大家的车陷入规格 但其实你的车只要有五个座位 就可以做这份工作 不需要太大小车都做到 有些朋友的Application就开始了在背景审查上 为何会开始呢? 其实就不是你的背景有问题 而是他当时并不需要司机 而他们需不需要司机呢? 这个情况是不会被公开 所以为何他不需要司机的时候 很多人的申请就开始了在背景审查之后 每逢长假期之后 尤其是圣诞新年 有大部分的司机就会被let go 因为他们不守时或各方面的情况 或是各方面的情况 Amazon就不再用他们 所以每年的一月份 都是申请这份工作的好时机 这份工作的好处就真的非常地flexible 而且收入都比较不错 不是非常好 但是一个很不错的收入 大家就在你有时间的时候 就except他们每一个block 好像图画上的这个这样 在爱丁堡就有mollison以及co-op store都可以做 不是正在他们的deport center 不同的城市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大概一个半钟头是25磅50p 两个钟头是34磅 大家自己screenshot看下 到底大概多少钱 那价钱的浮动是跟 back and desperate有关 即是说如果有人last minute cancellation 那个block很需要有人送的话 人工就会高一点 大概就是这个价钱左右 那大家如果except了这个block之后 如果做不到 只要在这个block的开始之前 45分钟就可以cancel 15分钟之前就可以到宝 自行去load up你的车 那这份工作是没有任何在职培训的 原因是因为它真的非常之简单 它的apps完全是step by step 教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 有个电话直接打分给客户服务 就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那这份工作是每个礼拜出粮 由每个礼拜三发放工资 是每个礼拜三到下个礼拜 而这七天当中的工作量 直接透过银行转账给大家 其实这份工作的好处就是 它的工资可以保险 然后就用回它的这间公司 大约是25P到40P 一个小时是断钟计 大家在送的时候才需要是去付钱 这是很商业的一个价钱 那这份工作的好处就是非常之flexible 工资也OK 而且你其实不需要用它 advertise的时间就能够送完 比如我送一个三个小时 Amazon Deport的一个blog 其实两个小时左右就已经送完了 对了 绝大部分情况下 送不完的货就需要拿回Deport 当然了 绝大部分的司机 包括小弟我自己 都会尽量去送给邻居 或者收到某些地方 然后拍张照 客人收到自己就会拿回 如果大家是送超级市场 不要早过超过半个小时前结束 即是说 如果大家的blog是一个半钟 不要一个小时以内结束 要起码一个小时才结束 如果是两个小时的blog 大家就不要早过一个半钟结束 要超过一个半钟结束 因为如果大家剩余时间 是多于30分钟的话 它就会叫你回到超级市场 stand by 有下一批货去送 但其实这个安排并不合理 但它安排就是这样安排 如果大家遇到这个情况 就慢慢送 坐在车里看一段YouTube 看一段新闻 才结束你最后的delivery 至于在车里大家要准备什么 或者要带什么 我就分开两期跟大家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